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蓝回圈 也许你大概以后反正就记得 就是套个范本吧 记得这边是按个Tab 这边也按个Tab 有Fall的话 这边就会有NAS 所以呢 记得比较少 反正一定是一对的 然后多一个就是 如果它里面呢 没有资料的话就跳过的话 那意思 这个是没有的 不等于哦 这个不等于哦 不等于的写法这样 那如果这个里面呢 它里面有资料 所以这个其实讲白话 这里面如果有资料 才去判断 如果没资料的话就跳过 OK哦 所以这个可能会比较 其他应该就比较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逻辑跟 跟刚刚那个设定格数号条件 应该也没有说难到哪边去 其实我觉得也是大体上 都是相似的逻辑 只是说 VBA的话是你要把这些程式 循序的把它写出来 而且不能写错 那加底色 字的颜色跟底色 这个前面都写过 只是说那个浅绿色跟 那个什么呢 浅绿色跟那个深绿色 可能就是你自己再去 调色盘稍微改一下 其实我用50啊 不过用150 其实都一样 都是深绿 只是说50应该会比较深 OK哦 好 那还原的话 我们就不是一个一个还原了 我们就干脆呢 整个一次全部还原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还原格式 你也可以一个一个还原 有没有 你就把初春歌一个一个去 但是它的效率会比较差 比较快的方法 大家就整个范围全部变更回来就好了 OK哦 好 所以这两段 把它写完 写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不过后面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 因为其实VPA 之所以 希望能够 使用VPA 主要目的 当然是节省你的那个时间 所以写完之后 好处就按下就可以 那如果未来 后面的部分 我希望把它做出来 不过后面 我跟各位讲 这个难度比较高 所以那个程式部分 我可能就 就是不会逐个逐个 可能会比较 这样带过 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同学 回去可以 自己再把程式 再看一下 那不难 我是说对我来说 对你们如果有些东西 比较难的话 你就是大概先听一下 那首先 大概我先demo一下 总共会有四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清除 里面的所有资料 那清除里面所有资料 把这个范围里面包含什么 包含里面的日期 还有格式 全部清掉 但是呢 清掉会有个问题 我要留下第一天 所以呢 年利清楚 我要做出来功能 按下它 有没有 你会发现清空了 但是一定要留下第一天 因为如果没有第一天的话 就没办法做后续的 所以 那怎么做 其实我做法很简单 就是我先把第一天 有没有 A2里面的资料 先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范围里面 清除它里面的资料 跟它里面的格式 有没有 清除里面的资料 跟恢复原来的格式 然后最后再把什么 再把刚刚的这个A2储存格里面之后 再把它放回去 清空的写法 那再来我写一个年利 第一就是我希望把前面我讲的动作全部一气呵成 但是多一个动作 就是按下这个按钮 它会跳出一个 这个东西叫Input Box 那我就请它说 你要年利的话 请问一下你要哪一年的年利 那我们2020 好 那不过这里 我不需要给它第一天 我直接问它你要哪一年就好 但是我要把这个年放到这边来的话 必须帮它加入什么 后面呢再帮它加斜线 1月1号 把这个资料放到这边来 盖过去就对了 OK 那要一整年年利 第一个一定要第一天嘛 那我们就模拟前面做的 就是第一天先放进来 那第二个做什么 把2月1号到12月1号的日期先产生 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是什么 把这个每一天的那个其他日期 全部都产生 然后再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就完成了 OK应该有一年一下 只是说我们把全部的动作 把它用VPA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 有没有 这全部OK了 那所以VPA它将来就是你可以很多很多 一整天的事情 全部你都可以写一段一段的sub 然后全部你就把那些sub全部串在一起 包含就是你从头到最后你要报表的列印 产生或者没有给别人的话 全部都可以串在一个按钮上面 当然你也可以分开了 看你的实际上的需求 OK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你就按一下它 它又清空又恢复了 OK 然后年力 比如说我要2021的 Enter OK 它又OK了 所以这个要怎么完成年力这个按钮 我先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待会当然还有插入那个空白列 这个也从后来问的问题 如果说底下要加行事例 可是底下没东西要怎么加 OK 所以你可以插入空白列 有没有 然后再把空白列删掉 OK 四个按钮 我们先把那个第一个按钮先跟各位讲 第一个先从清除开始 清除的话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先怎么样 先把那个里面的A2储存格先储存起来 所以呢 我先建一个sub 叫做年力清除 然后我先把那个A 这个A2的储存格里面资料 先放在A 是一个变数 先把它放在里面 比如说它里面现在是101年的1月1号 先放进来 然后我再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用什么 Range A2到L32 清除里面内容的话 点ClearContent就可以了 你就打一个点 然后Clear 那特别是 你不能用Clear全部 它可能连框线那些全部 比如说那你用Clear内容的话 就选取按Delete 就ClearContent 然后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这个什么 A的结果再把它放回去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先放A A是一个变数 然后最后再把A放回去 它就放回去了 OK 那最后的话 call什么 估叫那个还原格式 我前面有写一个叫底线Rate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是刚刚才写的 就这一个 那意思就是说 我里面有礼拜六 礼拜天我设定格式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别的地方已经写好了 我不需要再重写 但你也可以把这两行call下来 可是实际上已经有了 那我就加一个call的叙述 call还原它 这样就OK了 这样的话呢 我就直接就清除 所以第一个年利的清除 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第二个的话我要做什么 第二个就是 我要做那个 按下这个年利 然后它 跳出一个input box 输入2020好了 OK 2020 好 那它会自动帮我把底下全部做完 那首先第一个 一样再来就是 插入一个年利 年利清楚 再来就是我要做年利 所以呢 插入一个年利 不过年利的话 我是分成几个部分 来做了 第一个就输入第一天的日期 所以这边会有用到一个叫input box 不过input box 我是用那个application 就是excel里面内建的一个函数 叫input box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好处 就是type 你可以设定什么 请输入年份的时候 比如说呢 我今天 假如它输入2020是OK的 可是有的人看到 请输入年份 它可能会输入什么 输入中文 比如说它可能就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2020好了 假设它输入的是一个什么 输入的不是 假设我输入一个AAA好了 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不是输入数字 它会跟你讲说不正确的数字 也就是它一定只能输入数字 所以这边让它知道一下 2021好了 OK 它就可以帮我把资料 给这个 先 这个地方会有type等于 就是只能输入数字的意思 那输入2020之后的话呢 我再把什么2020 后面在end什么 串接1月1号 把它写到那个A2储存格 那后面部分你会发现call 每个月的第一天 call 每个月的其他日期 再去call什么 刚刚写的格式化日期 那实际上 我们就分别要把 这三段程式写 最后这三 第三段已经写完了 所以每个月的第一天 把它写出来 每个月的第一天要怎么写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 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别的方法 你可以用丢公式的 它怎么丢公式 我这边上面有个 每个月的第一天 那我们就想说 我应该怎么 我先把它清 这边清除 OK 那1号有 那我就是 我应该怎么 每个月的第一天应该是 这边一直到这边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 可以写个回圈 for 特别重要 我们前面如果列的话 是for i等于第二到第三十二 可是问题我要放的位置是什么 是蓝 OK 所以这边注意蓝的话第二 蓝到第十二蓝 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 用追来表示 这个什么呢 蓝 所以for追等于第二 到什么呢 到第十二 那做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吧 必须在这里面 放公式 所以有几个方法 要不是你真的是 在城市里面做完再丢 要不要还有个方法 我干脆什么 直接在这边 直接把公式放进来就可以 但是我要放个公式 必须要放这个几个 第一个是 这个储存格 放什么 放A2 有没有 E day 瓜虎A2 这个储存格放B2 这个储存格放C2 一直到12月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里面 大体上呢 其实都一样 E day都一样 差别只有 这个蓝的名称不一样 可是我要怎么刚刚好 可以 所以如果我今天输出的时候 刚好第一个就是放A 第二个放B 那特别注意 其实因为回圈里面输出 只能放这个数字 但如果你要把它转成文字的话 我后来想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干脆用这一招 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刚刚好 丢第一个是A的话 那我就是在这边先产生一个变数 这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应该这个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你们可以去想想看 那第一个的话呢 因为我可以先把公式丢到指定的主流 所以forJ等于2到12 那列的话呢 Sales都是同一列 从第二列到第J列 J列的话呢 是第二栏嘛 第二栏 第三 第四 第五 一直在推 那丢什么呢 丢这个公式 所以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放到这个里面来 但是呢 我需要什么 变更这个 不能每次都是A2 所以如果你现在把它执行的话 每个月的第一天 全部都是2月1号 对吧 所以怎么办呢 我需要 当我跑2的时候 它是抓A 当我跑3的时候呢 它是抓B 然后帮我放在这里 所以我就想了个方法 这个方法 是我自己用 我习惯的方法 大家你看看 更简单 所以我在上面多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 是叫COL 简称 然后呢 它是一个字串 里面就放什么 AA 然后后面就 BCD到L 你想说老师 你为什么多一个A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从2开始 从2开始是A嘛 前面我们都要放什么 当然你放其他都可以啦 你放一个 放个Z也没关系啦 反正这个地方 这个字我用不到 反正我就是 干脆我就打个AA好了 OK好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 我就是 要去 把那个什么呢 把我需要的那个字抓过来 那我这边可以 把那个字抓过来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一个MID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MID 把它放到这边来 所以我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 我要抓取这个字的话 那我就可以 在中间串一个 当然前面我们有 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AND 再移到中间 我们本来是放 这个I 对不对 不过这边是用追 但问题你现在呢 不能说放个追 因为追的话是放数字 那我必须把数字转换成文字的第几个 所以你可以 这个有点难度 你可以用个MID MID 钱瓜 然后他问你说 Stream 你就跟他讲说 你去帮我抓这个 所以你就把这个COL放下来 逗点 那第几个 有没有 特别追哦 STAR STAR STAR是第几个 刚好J是第二个 所以我就意思说抓第二个 后面的话呢 抓逗点 要几个 要一个 有没有 就刚好第一次 如果是2的话 那就抓A 第三 那就抓B 刚好放过来 刚好这A2 B2 C2 一直在一堆 后面后刮五一下 好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 如果将来你输出 假设是蓝的话 比较麻烦 因为蓝是 是一个文字 不是一个数字哦 OK 有没有 A2 有没有 A嘛 你不能用 你假设放个数字在这里 当然就不OK 所以我们实际上 这个地方主要是什么 把数字 转换成文字 把那个文字 放到这里面来就对了 OK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呢 每个月 你们都2月1号嘛 现在如果执行的话 应该是2月1号 3月1号 4月1号 试一下看看 我先按F5 执行给各位看 这个其实 这个就是指的是这一串次 那我要第一个 是2月1号没错 第二个的话呢 再丢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变3月1号了 有没有 这边变B了 然后意思类推 其他都一样 所以执行 每个月的第一天就OK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更难的 其实就每个月的其他天 也就是你要怎么样 把这些公式 全部丢到这里下来 这个就比较难 那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刚刚 这个程式呢 云端上都有放 所以你们可以找一下 我刚刚第一段 年历清楚 就是这一段 每个月的第一天 OK 我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